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Tracy小姐 淑文 現代人現在的人 普遍這個生活壓力 就是比較大 節奏比較快 你就會過緊張 其實很多的朋友 聽說都沒有辦法 每天準時去上廁所 就算上了廁所 也有可能有這個 不順暢的這些困擾跟問題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的國病第一名就是大腸癌 那這個大腸癌跟膳食纖維 我們每天飲食的纖維 纖維 你有沒有吃夠 很有直接的關聯 所以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膳食纖維可以預防 我們的國病第一名 可是我們台灣人平均 攝取量通通不及格 都吃不夠 好 所以可能有很多的 觀眾朋友會說 我有吃蔬菜 我有吃水果 怎麼可能吃不夠呢 好 我就先來請教一下 我們現場所有的好朋友 其實這個膳食纖維 我請教一下 大家都怎麼補充 來 先來請教一下 克拉拉好了 說實在 說到膳食纖維 這個部分 是我最大的困擾 尤其我們女生 當過媽媽之後 更容易胖 為什麼呢 就是你看生過小孩 肚皮就鬆了嘛 對不對 然後又要照顧小孩 早上又要上班 然後生活壓力大 所以事實上你的整個飲食的 攝取不均衡不協調 然後你看喔 國民衛生署公布 我們一天的標準膳食纖維 要攝取25到35克 你知道 媽媽很厲害耶 很清楚耶 25到35克是多少的高麗菜 你知道嗎 等於你要吃到2.5到3.2公斤的高麗菜 等一下 你完全今天來PK吳老師 我都沒話講了 要吃這麼多是多少 沒有 因為我自己 有很嚴重的便祕 對 我有很嚴重便祕 所以你真的有認真做功課 是有在做功課 其實有看了克拉拉 他說生過小孩容易胖 你根本就騙人嗎 你身材那麼好 完全看不出來生過小孩 你知道嗎 為什麼會胖 其實就是吃很重要 一般我們都會 膳食纖維吃不夠 跟蛋白質攝取不夠 那以前我們都會肚子餓 就一直猛吃澱粉 所以我們會胖都是吃澱粉 你今天要好好分享 不嘗試 教大家如何 會吃出有妖的身材 不過吳老師 剛剛克拉拉 竟然已經講到說 膳食纖維的量 要吃那麼多高麗菜 你手上那一顆是我一天的量嗎 大概差不多一天的量 這一顆大概是 大概一公斤半到兩公斤左右 還不到一天 對 那應該正圈應該還差這麼多 有點嗎 這很難 很難得 這是一個人嗎 一人份嗎 然後克拉拉說 就是吃會胖對不對 你知道嗎 像我們這個年紀的男生 上年紀 呼吸都會胖 齊摸都出去回來胖一圈了 因為代謝變差了 那你知道是什麼 膳食纖維 一定要補好補滿 不過在這裡 我們先請教一下 靜香媽媽 因為本身又有小朋友 對啊 要顧老公 要顧自己 對 所以這個膳食纖維 剛剛你不是問吳老師說 那個是一個人一天的量嗎 我們家全家人一天份 可能只有半顆高麗菜 全家人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均衡飲食非常的重要 可是說很容易 但是要做真的很難 因為像我自己 就是有被便祕 就是困擾很久 我從年輕一直到現在 都是有便祕的問題 我是職業婦女 然後又身為家庭主婦 所以每天都非常非常的忙碌 就像胡蘿一樣 每天都在打轉 在白天就是要工作 然後晚上回到家 又要忙小孩 又要忙煮飯 雖然我平常自己會煮飯 那我都知道 要攝取均衡營養 我要煮蔬菜 然後要什麼澱粉 什麼肉蛋白質 全部都會準備 可是大家 我覺得說媽媽 一定都有同樣的問題 就是說 小孩如果又給你挑食 又愛吃肉吃炸的 媽媽怎麼辦 我們家小孩就是非常挑食 他都是用眼睛吃飯 他接靠綠色的東西 如果不是他愛的綠色蔬菜 他就不吃 不管我怎麼去說服他 怎麼用另外一個方式 去跟他講 他就是不吃 我就會跟他說 你吃一口就好 一口 他連一口都不願意 所以我兒子就很容易 有便秘的問題 然後他又不吃水果 他任何水果都不吃 非常非常的挑食 我有聽過 有些家裡有便秘的小朋友 甚至去上廁所 上到小孩會哭 對 他哼不出來 他就是常常坐在馬桶上面 然後就跟我說 媽媽我肚子好痛 我上不出來 然後常常就需要晚腸 然後晚腸的時候 就哭得稀哩花啦的 很痛 可是就沒辦法 因為他已經一個多禮拜 上不出來了 所以吳老師 這個膳食纖維 真的要補好補滿 我們每天的國民飲食目標 就是什麼 蘇果五七九 也就是說 像小朋友 兒童的話 每天蔬菜要三份 水果要兩份 那女孩子的話 蔬菜四份 水果三份 就是七 那像我們這種男生 成年男子的話 至少 蔬果要五份 水果要四份 加九 叫蘇果五七九 可是我相信 包括我自己 以前是很難做得到的 然後可能一天吃個高麗菜 有一點難 那但我們知道說 吃新鮮蔬菜最好 那不然的話 也會有些食譜 真的 人家分享一些小 我自己的法寶 像我這次去日本 也是一樣一樣的問題 我們去日本 沒辦法把這個蔬菜帶著走 可是去日本玩的時候 日本喜歡吃燒烤 日本美食 一定 我一定隨著攜帶這一包 為什麼 那補充我一天 不足的膳汁纖維 所以這個是吳老師 去日本的時候 對不對 對 那飯店的時候 所以你在飯店 不是吃什麼宵夜 你是這樣子 五七九就給他補上去了 對 因為有時候去日本 一定要什麼燒烤 美食 對不對 那回到自己飯店的時候 一定要偷偷補出 那種膳汁纖維 你看 這日本有人招待有 那個什麼燒烤 你看 吃好丟的 大魚大肉 而且晚上一定要 什麼小酌級 被家吃燒烤 可是人家都在小酌 你都在補這個五七九 五七九 我自己也是有小撇步 就是因為控前水 比較容易取得 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 改開之後 因為這個膳汁纖維 一定要加水起 你知道嗎 我們才能夠什麼 第一個保足感 第二個 隨時補充 所以我一定準備個水瓶之後 把我們的什麼 39種以上的蔬菜水果 把它 把粉這樣倒一些進去 然後我們直接 等一下讓你們嘗一嘗 這個的話我覺得小孩都能接受 因為他本身有淡淡的甜味 他有加什麼 蝎血寡糖 因為寡糖本身就是我們身體益生菌的食物 那我也想請教一下吳老師 就是說他看起來這種淡淡綠色 其實那個概念跟剛剛 就是我們一開始講的日本青汁是很類似的 是一樣 因為他本身也有蔬菜 有水果 還有谷類 可是那個日本青汁 有油到好味 很腥 有一個好腥味 不舒服 就是會不想要再喝第二杯 然後尤其我們女生又比較含底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來挑戰大家 第一次喝到的時候 那個表情上 還有試口性上 究竟有沒有完勝那個青汁 那一樣他是有滿滿的膳食纖維 對不對 對 喝喝看 第一個我覺得東西一定要 要試口性要好一點點 就是要淡淡甜味 因為蔬菜水果我們吃起來 本來就是有單身甜味 可是因為他本身有加了蔬菜 跟水果在裡面 所以他把那個 甜甜的 香香的對不對 而且他有沒有蘋果 那門沒有草味 哪有草味 因為他蓋掉了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喝到什麼風味 我最直接是覺得有那個哈密瓜的香甜 你們喝到什麼 蘋果 對 我比較濃的是蘋果香 對 我也是蘋果 因為他蔬菜水果裡面就叫蘋果 叫哈密瓜 叫鳳梨 所以酸酸甜甜的 重點是他還加了骨類 因為一般的青枝市民有加骨類 對不對 加骨類不會那麼什麼 比較不會 含有力 所以吳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不要小看這樣一包裡面 他其實營養很均衡 就是說這個是國民健康的六大指南 可是這樣一小包裡面 你說其實這樣互相對比來講 他通通有啊 對 他基本上包括五種左右 你看他有大豆 大豆是什麼 就豆 魚 奶 蛋 對 然後還有什麼 這一包裡面還有芝麻跟白果跟松子 就是我們堅果類 還有裡面有什麼黃金穀物 還有一些像葉脈 蕭脈 裸脈 甜性的 就是我們怎麼叫全穀根莖類 這一類也有 很重要你們剛喝到像蘋果 像那個哈密瓜 蜜桃這些 都是水果類 那裡面的這個顏色 青色就是他有什麼 大麥諾葉 小麥諾葉 豬菜類 第五類 還有大豆 他唯一就是少了什麼 就是牛奶而已 牛奶自己額外補就好了 所以你看第一包 他我在算過的話 大概等於半顆高麗菜了 因為才二十公克 主要三十纖維 所以我一天吃一包到兩包 基本上我在吃點青菜 三十纖維基本就夠了 所以很重要 所以你看我自己 我比較 我泡兩杯 那個兩包就泡濃一點 為什麼 泡酒之後 它有點稠稠感覺 為什麼 因為它本身有所謂的 膳食纖維在裡面 這個非常重要 那我問一下金香媽媽 你覺得這個小朋友 他會喜歡嗎 會喜歡 因為它就是甜甜的 很好入口 很滑順 那你覺得你那個看到顏色 就給你say no的小朋友 我覺得我會先讓他聞 因為我兒子會先用眼睛看 然後再聞一下 然後我聞起來味道 它是甜甜的 所以小朋友就很喜歡甜食 所以他喝下去他一定會接受 對 這樣解決媽媽很大的問題 你不用騙他 拜託他 他還沒給你吃蔬菜 對 沒錯 好 來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說像飯前喝或飯後喝 在這個差異上 也請吳老師來說明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蔬果579 的那個3種蔬菜水果 另外這邊是青汁 你看 發現一定要膨脹系數夠 把水分洗住 吸住才有飽足感 那如果是一般的青汁 可能就沒有了 然後飯後喝的話 可以增加腸胃乳動 然後這個膳纖維會先吸什麼 先吸油再吸水 所以會把油吸起來之後 把它吸進來排出去 這個就是把那個腥蜗擺掉 你要排得出去 你才會讓身體達到一個 輕 輕近的效果 那剛剛吳老師也特別講到說 像這樣一小包 我們可以補充到這麼多的 這個營養元素 只差牛奶 所以這邊克拉拉 就馬上跟大家分享 其實他自己在做這個 體重的一個窈條管理的時候 你都怎麼來做搭配 對 像我們平常都 金香媽媽也有說過 我們又要上班 又要照顧小孩 真的很辛苦很累 所以我早上一般 我都是這樣子解決我的早餐 又快速 牛奶 對 加一瓶 就這樣子一瓶牛奶 就是你不是用水 你就直接加牛奶 對 我直接加牛奶 他同時可以補充到 蛋白質還有鈣質 對 就很美 所以你身材這麼好 你今天早上就是靠這個 人家是有原因的 就是其實應該是這麼說 你要看你的體重多少 你要補充到多少克的蛋白質 那一般的話 如果你在減脂的話 你的體重就要乘以二 譬如說我50公斤 那我一天我就要吃到100克的蛋白質 它就可以加速你脂肪燃燒 真的 所以沒有 所以就會消脂 所以我們如果說你想要減重 你不可以什麼都不吃 你反而要吃 而且要吃正確 對 吃對東西 好 所以就是這樣一包滿滿的膳食纖維 高鮮牛奶就對了 就這樣加牛奶 然後用就這樣子攪拌 其實我覺得搖一搖就好了 對不對 因為我就會這樣放著 然後去刷牙出來就可以喝了 對 就可以喝了 這樣子是很方便的 好 對 所以你看一下那個顏色 這樣淡淡的這個高纖維牛奶 顏色挺美的 對 就這樣子 這個我覺得一樣 讓小朋友也是 又可以解決靜香媽媽問題 你看這樣子一瓶就400毫升的牛奶 牛奶的蛋白質 這樣喝起來其實就有點像 蘋果牛奶的味道 香香甜甜很濃很好喝 像柯拉特這一口裡面 就包含了什麼 蔬菜纖維 還有什麼水果纖維 穀物纖維 還有什麼堅果纖維 這一口裡面纖維都包括在裡面了 所以這個我們每一天 膳食纖維一定要幫自己補好補滿 千萬不要輸在旗袍點上 女王小教室教你聰明過生活 先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挑料理食品 一般來說我們外面常遇到的 就是冷凍料理包 還有冠軍料理包 菜片在哪裡呢 我們先做一個 吞煮實驗的實驗 我們先把冷凍的先打開一下 那裡面是硬梆梆的 出來了 那這是冠軍食品 我們把它打開 倒在器皿裡面 你看 這滿滿的牛肉 有夠多了 從時間開始把火打開 92.2度 代表說這已經是沸騰了 目前為止呢 是4分鐘左右 這個冷凍料理包 還沒完全好 OK 這沒有完成了 來 91.3度 那時間呢 9分半鐘 一個4分鐘 一個9分半鐘 時間差一倍以上 所以我們的關鍵食品 煮的時間 勝出 剛我們比完時間 我們就要比什麼 比內容物 這個是冷凍料理包的部分 這邊的肉呢 稍微比較黑 那裡面還有紅蘿蔔 罐頭的部分 這就比較大塊了 你看 一夾就開來 所以我們兩個比較看看 這個罐頭 它的牛肉 大概是這個的4到5倍吧 那我們現在來吃吃看 我先試這個 冷凍料理包的部分 這肉也是不錯 但是就是它比較柴 比較硬一點點 然後它肉比較小塊 所以它的牛肉味道 沒有那麼的重 現在來試一下 我們冠軍食品的 我們加一塊 這應該是有一點 牛筋的部分 那我吃吃看 非常軟真的 那肉很大塊 味道比較好 比較那個牛肉的味道 除了說比時間方便 比肉多少 還有比肉質之外 我蠻注重包裝的部分 像這種塑料包裝 它要放冰箱 要解凍 時間比較久 它如果離開冰箱就壞掉 最主要它是塑料 它會冒煙 還著火了 所以比較沒那麼環保 這個就不一樣 這是鋼材 這個是特殊的鋼材去做的 所以它沒有什麼 麻口鐵的鐵鏽味 重點呢 它這個很堅固 除了處放食物的條件 除了殘溫之外呢 它也比較不會受到外力影響 所以在日本呢 罐頭食品又叫 冠軍防災食品 為什麼 因為這個比較省空間 不用冷凍 不用花時間煮放 還有好開 煮的時間比較短 我們現在評比 我們這邊的冠軍食品 勝出 冠軍食品它開罐就可以加熱 80度到130度高溫高壓滅菌 不加防腐劑 常用可以保存三年 那如果冷凍調理包 剛剛有看過要等待退冰 煮的時間比較長 而且呢 剛剛有講 我們有火 它也會有什麼塑化劑 除了它比較麻煩之外 它冷凍 一定要冷凍喔 冷凍一年半 不能放在常溫 所以呢 經過我們實測比較 我們的冷凍調理包跟冠軍食品呢 冠軍食品 生出 膳食纖維一定要補好補滿 大家看一下 我已經喝光光了 不過呢 其實很多朋友還是有問題 就會說很奇怪 我明明有吃蔬菜 我明明有吃水果 為什麼我的膳食纖維 都是不夠 對 怎麼會這樣 吳老師 因為分量不夠 一般我們就是其實說真的 吃兩口就沒有 像我們打開便當 開之後一口兩口而已 那是不夠的 所以除了分量以外 是不是也包括種類 也要一起來 像水龍性跟非水龍性都要夠 像蔬菜 水果 鼓類去鼓類 它也要攝取夠 那個水龍性跟非水龍性 才會足夠 所以很多慢性疾病 是因為膳食纖維攝取不足 為什麼 因為油在你身上停留太久了 你會被身體吸走 你會變胖 變胖之後什麼 高血壓 糖尿病 不只肥胖 更重要一些什麼 慢性的代謝疾病 一起產生了 所以這個膳食纖維 不管是水龍性跟非水龍性 你要一起補 我們也請來一起聽聽 這個淑慧老師 怎麼樣來詳細說明 事實上分成兩種 一個叫做不可容性纖維 我們就說非水龍性 叫做不可容性的膳食纖維 一種就是可容性膳食纖維 非水龍性膳食纖維 就像掃把 我們家裡的竹掃把 一根一根一根的 所以它在我們的腸道裡面的功能 是做什麼用 就是掃地用的 所以當然我們從食物裡面 攝取進來的時候 它就是沿路掃 沿路掃 掃了它就把你腸道 我剛才不講了嗎 我會有些老化細胞 有一些代謝不良的細胞 或是一些毒素 它要幫你把它清掃下來 然後除了它這個刺激本身 它是沒有熱量的 所以它會刺激 因為一根一根 所以它會刺激腸道 所以我除了掃 我還刺激腸道 刺激它 你就會想我要去 嗯嗯的 對 所以這個是 非水龍性膳食纖維的功效 可容性膳食纖維的功效 又把它想像成一塊海綿 如果你買一塊海綿 回來是乾的時候 那當我們把它吃進來 吃到我腸道裡面是有水分 海綿遇到水分會怎麼樣 軟 會吸水對不對 然後會怎麼樣 膨脹會變軟 所以它其實一樣 也有促進腸道蠕動的功能 可是這個非水龍性膳食纖維 是讓你的便是硬的 因為它就是粗粗的嘛 可是可容性成縫維 就會讓你的便變得柔軟 重點來了 我們有誰來 大家誠實 有誰有吃這樣一盤的水果 跟一整盤的蔬菜 不可能啦 真的有難度 對 因為基本上 我們每天正常攝取 從早午中餐開始 基本太難了 所以像我平常都準備這一包 像去日本 去國外旅遊 或者是說在家裡面也會 家裡面也會 而且我覺得這樣很方便 就是它一小包要喝再來泡 像不要小看這一包的粉末 這包粉末就代表大概20公克 主要扇纖維 但是半顆高麗菜 重點是裡面還有什麼 有蔬菜扇纖維 水果扇纖維 還有穀物扇纖維 堅果扇纖維 纖維才能夠幫助我們什麼 把多餘體內多餘老 就會排出去之外 還能夠幫我們吸什麼 吸油 所以很多人會肥胖 會有慢性病 都是因為膳食纖維 攝取不足的原因 這一包裡面 就可以改善我們的身體 然後讓我們補充到 非常完整的膳食纖維 還可以 就是剛剛我們擔心的 太寒的這個問題 完全都解決掉了 因為傳統那個青汁 大家會開始覺得說 會有流行過一陣子 就是因為想要補充纖維 可是剛剛講就是說 青汁不好喝以外 又太寒 太寒了 所以太寒會怎樣 會拉肚子 然後手腳冰冷 對身體比較不好 反而會造成負擔 好 所以這個膳食纖維 可以讓我們這個窈窕的身形 這邊就是真的要好好來請教客 來大家來看一下他 真的現身說法 其實那時候也不算胖 只是這邊好像腹部 沒有 我整個就是泡芙人了 對 就中廣 對 就中間 好 你就是胖中間 可是你透過補充膳食纖維 再加一個運動是不是 雙管齊下 所以你看一下 到最後 哇 差好多 這個是幾腰啊 23腰 好驕傲的勒 對 那時候是23腰 好 那所以也請這個克拉拉不常思 剛剛除了加了一個牛奶 這樣子當一個早餐 那你還有什麼樣的分享的秘訣呢 好 像我們剛剛有分享 我早餐除了喝泡牛奶之外 那我們體重管理的時候 其實最擔心的就是 不能夠吃炸物 可是我們又很喜歡吃 那怎麼辦呢 我有絕招 我剛剛有說過 我們做體重管理的時候 其實就是蛋白質要攝取足夠 那所以我就會買這種無糖的優格 這一個無糖的優格 它就有七點九的蛋白質 然後再來我就會加上 這個39種的蔬果粉 同時補充膳食纖維 就變成一個高鮮優格 對 然後就把它攪拌 你知道嗎 這樣子就可以取代 我們一般的沙拉醬 其實你外面你在吃沙拉的時候 那個沙拉醬裡面的油脂太多了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吃那個 我們應該買優格 很有道理 因為有時候我也是會擔心說 這樣熱量會不會太多 所以我自己吃沙拉 有時候那個沙拉醬我就不放 可是沒有放的時候 又沒味道 沒味道不好吃 對 所以今天也教大家一個小貝卜 等一下你可以吃吃看 這個很好吃 就這樣子把它攪拌均勻 對 所以其實這樣子單配優格吃也OK 對 也可以直接吃 然後剛剛又說要給媽媽分享一個 剛剛金香媽媽說 她家的小朋友看到綠色的蔬菜 就給他就跳起來 對 沒錯 所以就讓媽媽來感情一下 對 吃炸物的時候 其實就這樣子沾一下 今天要吃雞塊 對 像今天這個是魚塊 對 媽媽給你一個很好吃的沾醬 對不對 然後就讓他吃 對 好好吃喔 我會吃吃看好了 這個很對味 小朋友一定很愛 因為小朋友吃炸物的時候 他們就很喜歡沾什麼 番茄醬 糖醋醬 那這個加了那個蔬果粉 那吃起來很好吃 而且裡面還有滿滿的扇石纖維 對 主要是我們吃下去的是營養 還有蛋白質 那你如果說外面的沾醬 都是一些糖分 奶油脂 對 其實吃不胖的秘訣就在這裡 好 所以人家說那天黑一點 所以緊接著馬上吳老師 也還要再教大家 所以這種滿滿的高鮮 有39種蔬菜 水果 穀物 跟堅果的高鮮的纖維 我們還可以來做什麼甜點 煎餅 我們直接加什麼 高鮮這個蔬果粉 我們把那個什麼 那個中餅粉下去之後 一包 一包等於多少 半顆高麗菜 以前我很小時候以前吃 蔬菜餅 蔬菜餅變得麻煩 容易燒會搭 但是我們加這個39種蔬菜水果 下去之後 我們加水去調和一下 它就變成 你知道嗎 就變成我們的鬆餅的原料了 所以一般啊 可能鬆餅剛剛講到說 媽媽如果說鬆餅裡面 如果你要給他補充一點膳食纖維 可能要加一些青菜 可是小朋友如果不吃青菜怎麼辦 對 好所以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公開一個 有隱形蔬菜跟水果煎過的膳食纖維都在裡面的高鮮煎餅 對不對 好 其實就跟我們做那個什麼鬆餅粉是一樣 一般是我們要鬆餅粉 最主要加什麼 加我們的扇九種蔬菜水果這種扇子纖維粉 下去之後很快就可以來做啦 哇 這麼簡單 對 不用鬆餅機 好 這樣就可以 我們做一個簡單造型也可以 我覺得這個可以媽媽 爸爸一起跟小朋友 一起來DIY 然後他們自己做一定更有成就感 所以我喜歡做一個小熊造型 吳老師 不要 真的是小熊嗎 這個你褲子好不好 我包造型 好 重點對不對 重點是有纖維 我這邊有時間做好的來 一樣 這是小熊造型的對不對 好可愛喔 對不對 然後可以 好啦 大家建定一下 認為有像小熊造型的給吳老師一個讚 謝謝 有像有像 而且最重要是來考考媽媽 裡面有哪些纖維 水柔性纖維 跟飛水柔性纖維 然後有39種蔬菜水果 對 還有堅果 其實這樣的一個煎餅裡面 大家吃口感好不好吃啊 媽媽 好好吃 好好吃喔 這個我要學起來 我今天來這裡受益兩多 學到好多東西 因為我們家小朋友下課回來 很喜歡吃零食 下課回來都會說 媽媽 我肚子好餓喔 然後就會想要去找餅乾 找糖果吃 我覺得這個很棒耶 然後就用這個給他們吃 好 我們大家一起幫他按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 真的好吃喔 記得 喝這個都要吃要喝點水 因為剛剛講 扇纖維碰到水會膨脹 所以你們現在吃飽足感 所以你吃這一個 你吃兩三個什麼扇纖維的一個 叫麵包 或者是什麼蔬菜水果 記得要多喝水 像我直接泡在水裡面 所以邊吃邊補充扇纖維 是最好的方式 好 我們今天膳食纖維補好補滿 大家一定都要學起來喔 我們今天謝謝來賓的分享 也歡迎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上我們的女王當家 94個子FB粉絲團 或者趕快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還有好多好多精采好康 要來跟大家分享喔 我不以為 Googlog津 我是你說 contrôle 美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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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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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萬